大家好,我是赵老师 咱这期视频要给大家讲一下这个螺 田螺的螺 这个字它是一个左右结构 而且左边虫子旁要靠上些 其实这个字它难点主要在右半边 当然你左右两边这个关系得给它搞好 你看这个左右结构 左边小右边大 这种情况肯定是左小靠上些 因为左右结构里面有个规律 叫左小靠上 所以咱这个虫子旁千万不能给它写低了 上面可以等高 然后下面你看看 虫子旁是不是比右半边要高出一截 对不对 要高出一截 这个右半边 右半边有点点难 因为很多同学写右半边的时候 上面这个甜字到底写大还是写小 它也搞不清楚 其实像这种带框架的 不管是口甜或者是 写在头顶的 一般都不能给它写大 头不能大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下面撇折撇折点这一部分 要给它写紧凑一些 然后下面腿竖钩稍微长一点点 这三部分你看 这个甜这一部分 到这个撇折撇折 到这个点这一部分 一直到这个下面这一段 竖钩这一部分 你看这三部分 基本上长度差不多 长度是差不多的 我们现在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首先虫子旁 树往里收 然后横 往右下顿 折回来 然后横 这个口要扁一些啊 不要给它写太大 收紧左右两边都往里收 然后树 然后树 起比可以稍微高一些 哎 穿过来之后下面不要伸展太长 横 到横 到这个提 间距是基本相等的 你看点 点要小 这是宠字旁 然后我们来看右半边 右半边 起比的位置 可以和这个树 基本是等高的 哎 树往里收 然后横 往右下顿 折回来 哎 左右两边都往里收 这个螺子 这个田子 你看 它左右两边都是往里收的 不要给它写太大 这一部分要给它收紧 然后下面撇折 哎 再来一个撇折 撇折这个横这一段 给它写短一些 这样的话两个撇折 挨得比较近 会显得紧凑一些 然后点 哎呦 轻到重 然后竖钩 点 点 哎 这是螺子的写法 大家看一下 虫子旁一定不要靠下斜 你看上面基本上是等高的 然后下面这个虫子旁比右边 要高出一截 然后大家来看一下 右半边这个肋 你看这个田这一部分 撇折 撇折点这一部分 包括下面这个小字 竖钩这一部分 你看这三部分 基本是等长的 基本等长啊 我们再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个螺子的写法 首先 虫 哎 左右两边往里收 然后竖 哎 提上去 虫子旁 收紧一些啊 然后右半边 左右两边基本等高 注意这个田 不要给它写大了 哎 收紧一些 然后撇折 哎 这个横要短 然后撇折 点 竖钩 点油轻到中 哎 再来一点 就可以了 这是螺子的书写啊 一定要注意 这个左半边虫子旁的位置 要靠上 不能靠下斜 因为它明显的是 左小右大啊 还有就是这右半边 这个类子 你看这三部分 基本是等长的 再一个 这个田 不能给它写大了 哎 这个框架在头顶上的时候 不管是田 日 还是口 只要是写在头上的 写在最上面的 一定不能写大啊 好 我们这期视频 这个螺子 就给大家讲解到这了 啊 在评论下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